校工从封存50年的地窖里挖出今天大秘密 那是建校第一批学生所埋下的时间胶囊 老师向学生们分发胶囊里面的物件 大部分同学拿到的都是可爱的图画 只有一个叫小布的男生 拿到手的是一封写满奇怪数字的信件 可等他放下信件 眼前竟出现一名神秘男子 远远地盯着自己 耳边也源源不断传来耳里声 可下一秒 神秘男却已经消失不见 到了晚上 小布的父亲看到了那张写满数字的信件 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的他 顿时来了兴趣 想要一探究竟 于是约翰将其中一串数字写在黑板上 尝试性的划分几端 没看出个所以然 直到各种排列组合 将数字切分成日期格式后 约翰才有所察觉 根据数字日期上网查询 没想到这串数字指代的 正是著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更令约翰吃惊的是 连死去的2996条生命 恰好是这组数字的最后四位 他怀疑这可能是某种巧合 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 约翰将纸上的数字都抄写在黑板上 开始依便利搜索对应日期 结果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这些数字分毫不差 对应了过去50年 世界各地重大灾难的日期和死亡人数 难道过去的人预测了 未来发生的所有灾难 这简直让摧毁了 约翰现存的所有理性 带着疑惑与恐慌 约翰将这张预言书展示给了同事 详细讲解了自己看似荒唐的判断 并预测明天就会发生 一场81人死亡的重大灾难 每组数字后剩下的几个是什么含义 约翰却对此事异常执着 即使听起来十分违背科学常识 但因为自己的王妻也死在这张纸的预言中 这让爱妻心切的她对此十分上心 一定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缘由 如果能预防灾难的发生 那将再好不过 所以她决定去50年前放置胶囊的老师那里了解情况 别看女老师已经头发花白 对方竟还清晰记得这件毛骨悚然的事 原来50年前为了庆祝学校的建成 校长建议学生们画幅对未来想象的画作 放于时间胶囊中 但当全班同学交出画作时 一个女孩疯狂地在画纸上写满了数字 老师越让她停下来 她写得越来越是来劲 所以老师不得不强行拿走她的画纸 出乎意料的是女孩下课后莫名失踪了 全校老师和警卫到处寻找 最后老师在衣橱里找到了女孩 但眼前的场景让她大吃一惊 女孩满手鲜血 她用手指把整张门都刻满了数字 50年过去了女孩去世了 约翰的线索也中断了 所以不得不先回家再想办法 看到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第二天就要到了 她打开电视紧张焦虑地翻看每个电台的新闻报道 如果预测成真一起死亡人数高达81人的灾难 很快就会发生 但她看了一眼晚上的新闻 发现世界和平 顿时松了一口气 快到傍晚她开车去接儿子放学 路上不知怎么得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还遇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她不小心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的经纬度 发现这串数字很熟悉 就拿出纸笔对了一下 结果多出来的数字和此时的经纬度一样 原来剩下的数字代表了灾难的发生地 恰好就是现在她所处的位置 这一位灾难即将发生在她身边 约翰决定下车何时 当她问交警是否发生事故时 对方惊恐地转身跑了 她冲进现场想要做点什么 尝试救下看见的每一个人 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火海吞没了一个又一个幸存者 现场一片废墟事横遍野 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 约翰无助到麻木地注视着一切 新闻很快报道了八十亿人死于灾难 就像纸上写的一样 约翰还是震惊所发生的一切 难道世间所有灾难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吗 真的存在什么神明或者上帝吗 这一切让科学的存在毫无意义 物理学不存在了 回到家后 她仍然沉浸在颓丧的情绪中 对儿子也不问不问的 结果当天晚上儿子就出事了 躺在床上的小布 被一阵细微的脚步声给吵醒 她慢慢抬起身 看见一个男人从黑暗中缓缓走出 正是先前的那个神秘人 那人抬起手指向窗外 顺着他指引的方向 儿子在窗外看到了害人的一幕 世界满目窗衣火海一片 所有动物都身着火花拼命逃窜 这番场景吓坏了男孩 随即而来的尖叫声唤醒了睡着的父亲 约翰立刻冲了过去 发现儿子坐在地上哭 说他又看到了之前那个神秘人 约翰警惕地看着窗外 看见那人正站在前院盯着他们 但当他跑下楼时 对方已经不见了 这件事让约翰意识到 他的儿子已经被盯上了 这可能与预测未来的信件有关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约翰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而是主动展开调查 第二天早上 约翰顺着线索 偷偷找到了写下这些数字女孩的女儿和孙女 并跟着他们去博物馆看展览 靠着三言两语外家都是单亲家长 顺利坐在了餐桌旁 约翰见状也单刀直入 直接向对方提问关于他母亲的事 他毫不遮掩地问女人的母亲是否有超能力 不料对方瞬间变脸 转身就要离开 但是约翰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很快就赶上了 告诉了对方一个可怕的事实 可女人全当对方在胡言乱语 开上车带着女儿头也不回 凯奇不得不独自继续调查 通过继续分析那张预言书 他预测出明天灾难的地址 所以他立即打电话给FBI 详细说明天伤亡人数将发生在哪里 但做完这些之后他还是不放心 决定亲自去现场观察情况 但是到了地方之后 他发现FBI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心上 街区和地铁站都还是人头窜动 他环顾一周碰巧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那个人也看见了他 以为他是警察撒腿就跑 约翰怀疑那个人肯定有问题 奋起直追 最后在车厢末尾逼停了那人 但他们也惊动了警察 那人吓得举起双手 没想到怀里的爱情动作片都掉了出来 原来他只是个偷叠的 这时约翰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灾难还是如期而至了 得知此事后 女人也不得不开始相信约翰所说的话 他记得母亲一直预言 女儿会在10月19日那天死去 他还担心自己女儿会像母亲那样 所以他不得不带着去找约翰 并计划和他一起找到他母亲预言的秘密 来到母亲的老房子后 他们看到墙上覆盖着报纸 报道了过去50年发生的重大灾难 只有一幅奇怪的话被混淆了 约翰直觉这幅画是关键线索 所以拿走了他 然而当他准备离开房间时 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 捡起来一看那是一块奇怪的黑色石头 约翰疑惑地拿着手电筒照了照 发现床边堆满了几块石头 好像有人故意留下了提示 于是他蹲下来拿着手电筒照下床底 果然看见床板上写着什么字 经过仔细检查 他意识到上面写的是对未来的最终预测 异常导致全人类灭绝的灾难即将发生 与此同时屋外的儿子本来在车里睡得好好的 却再次听到耳语声 他睁开眼睛发现两个神秘人正在慢慢靠近 一边走一边说要带他们一起去 看到他们越走越近 儿子赶紧按响喇发 约翰等人听到声音后立刻冲了出来 神秘人也已经躲到旁边的庄家地里了 为了搞清楚什么情况 约翰决定用枪追他们 可等追上男人 神秘人张开嘴从里面射出一道强光 射得约翰睁不开眼睛 当他能看清时 对方已经消失了 到了第二天约翰赶到同事的检测站 查出了太阳即将发出超级要班 届时人类将不复存在 他们唯一的方法只有等死 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他突然想起那个女孩在衣橱门上刻字的事 也许那就是最后的希望 他赶紧开车到学校 二话没说就把衣橱门拆了带回家 他把门上的所有字都刮了出来 那竟是一组坐标 对应的位置就是女人母亲曾经住过的老房子 约翰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但女人只想赶紧带孩子找个洞来避难 所以没等约翰 就把两个孩子都带走了 约翰反应过来后 急于打电话给女人解释 但对方当下没有丝毫理性去思考这串数字 正当女人下车准备加点油时 神秘人已经趁机开车把孩子带走了 女人发现后 当即她抢了别人的车开始狂追 结果闯了红灯 被一辆大卡车撞倒 当约翰到达现场时 他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死了 正如预测的那样精准 没有过多停留 约翰直觉那两个孩子也在那老房子里 果然当他到达这个地方时 他看到那两个孩子 而且一点也不害怕 说这些人是来拯救他们的 约翰刚想问对方是谁 天空中缓缓降下一艘闪耀的宇宙飞船 原片没有提及他们是外星人 还是上帝之内的存在 但他们很久以前就预测到了世界末日 所以他们就挑选了一些天选之子 准备今天把他们带走继续人类文明 儿子和女孩就是被选中的孩子 看着儿子安全离开后 巨大的悲鸣和孤独感向他袭来 一路上人群混乱 都在打砸抢烧 好似在进行最后的末日宣泄 但约翰在被热浪吞没的前一刻 回到家中与妹妹和父母团聚 紧紧地拥抱着他们 这是当下他才最珍惜的东西 而儿子和那个女儿前往一个未知的星球 在那里 他们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家园 回到家园中